我們再來談談董宏 很多人說董宏和813有什麼關係 就是今年8月13日習近平去上海時 原本有個針對他的行動 相當於當年毛澤東去浙江時針對他的刺殺行動 有炸彈襲擊 當時上海公安局局長就被抓了 我們之前說過813這個事件 他現在被抓了 這就好像毛澤東和林彪的關係 林彪想弄死毛澤東 他知道毛澤東要去哪裡 所有的機密他都知道 所以就在路上切伏 董宏也是一樣 我們一直說習王之間的關係 王岐山幫助習近平取得了黨內的地位 因為習近平最害怕的就是王岐山會反他 就好像毛澤東當年擔心劉少奇那樣 最後就弄死了劉少奇 林彪就知道我如果不站出來把毛澤東剷除了 他自己就是下一個劉少奇 所以512次殺我是董盟和孟建柱在上海公安局的人做的 但是失敗了 很多人說他們兩個是戰友 其實他們根本就不是 只是黨內邊你死我活之間的一個內鬥而已 他們就是這樣一回事 絕對不是說消滅了習近平最終令中共徹底滅亡 不是這樣一回事 只是一個你死我活的鬥爭 背後就是王岐山安排的 現在他輸了之後就被捉了 就是這樣的情況 之後黨內還會出現針對習近平類似的事件 無論他走到哪裡 類似571工程的行動 後續還會有一系列的行動 未來大家都可以看到